郭文貴議員 一名陳智英 賈科周緯主編黃詠詩同學 另一副編顏正同學 第二副編劉智英 其他副編林小英同學 我們上一支歌是我們首首三位同學歌唱臺仙明君 他們分別是 男同性寶陸中學中學院論隊 女化聯絡天下小姐 香港大學地馬鬥宿舍 電論隊前女長黃鶯謙先生 有馬利諾修遠學校中學 中文聯絡前教練周公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編公辨 一副二副自由辨論 特別願共同學環節 發言時交為42334 方便周圍起方兩分鐘 而自由辨論周圍起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之前 將會有30秒同室 在前30秒將會有一丁作為提示 較中則會有兩丁作為提示 超時15秒則會連丁技巧 詳細採握前 詳細採握之前 兼法布置給各參賽的學校 簽了相當作為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主要發言 有4分鐘便會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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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點 小姐評分 各位大家好 講到派錢 身分在座各位都是留氣 澳門 因為澳門有2008年 年年來賣錢 出民由6千至12000等 但其實香港在2011年 都曾派過 6萬比18歲以上的永久居民 去年本來不派 但因為群情洶湧 終於宣布派4000元 但因為程序複雜 不是人人都有 大陸金額亦人人不幸 因此得近中国高级税务经理 何振昌逆址 大贵州将派110亿 给280万人 不可乘务效益 要继续解释 首先要讲清楚何谓派展 所谓派展 在指政府有句大言语的时候 毫无差别地派发现金 被商合资格人士 例子就有澳门 又或者2011年的香港 于去年的派展 表面上不是人人都有 但是实际上提供 其实位于派档措施人士 保足差額 令到最后人人都得到4000元 因此基本上都没有差异 似乎依然 政府会议派档 去回贵又或者帮助这些人 就为了将市民缴空的税务 或者差项 等于防抗巨额业的时候 还给缴顾者 又或者空派人 需要能源 例如中文会 掌席品等 额外都会 一至两个月的金額 令你的生活 又迷春雨 都说衡量原题的 主要标准 在一派之外 却政府分对风景之间的角色 做到量入为出 即使有市民保护子 我方赞成分原题的 这些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 将破片将来 不会再有巨额盈予 香港有其他长远打算 用而採政标签 我方认予 为587亿 现在未来五年 每年的额额 只有49至275亿 接着我们每人都派4000 受至6000 以全港有600减项的成年人计算 就要派240至360亿 占今年额额的一本 事实上 政府每年都会把盈额 运用在一些重点关注项目上 就好像近年的人口保法 医疗防控问题等等 回料将人员派出去 就可能造成奉务的困告 市民原料有潜分 公共服务就一直无改进度 第二 帮助市民应该针对性 而不是毫无目的 事实上 政府每年都有派行疏困 针对有困难的人士 现在政府更加的监派更随着 第三,口言其情況派遷會有行政困難 有方可能會說會要求政府連連派遷 總之政府有盡量多的時候才派 但這幾年才派遷的做法 會造成更多爭議和困難 一由政治上令各黨派有期望 用不斷施壓要求政府派遷些 以來每幾年才派遷一次 無論是公務員和市民都會熟悉 每次派遷要有很多實質 例如不用田主、要不要登記墓口等等 最後派到天路人員 最後想問一波同學是否贈成二年派遷 第一,喜歡就派遷,不喜歡就疲函驗 多謝各位 請幫助給大家 3分45秒,你多時呼吸透震 接著要聽打擴主典 你有4分鐘的時間,你準備好,請看介紹一下 主席,平庫長,大家好 今天有很大的機構跟我們說 應該要把派展措施用的錢放到其他措施上 這樣便可以善用到公帑的資源 但今天我想跟我們說 今天我們去推行派展措施之後 政府再無其他資源,也無其他開支 在外者,其實今天我方問我 都是想幫一些不同的民生問題上的市民 但今天我們看到一個政府更加需要 更加大的贊助,可以利用有限的資源 可以幫助最多的人 而其實今天社會上 就是有一群不能夠有資格去領取這些做不足 但他們的生活艱難的基層市民 我想問我們今天是否又管理這群市民呢 而今的編題當中提出的預算案 就是指香港每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而預算案則是計劃未來的財政資源的分配 達至善用公帑,切創改市民上的目的 而今天派展措施就是指對市民派發現金 給市民自主運用之餘 而過往香港已經有兩次的派展措施 就分別在2011年庫房水站的時候 去每名的18歲香港名柳根文派發6000元 就是分享經濟成果 而第二次派展就是2018年推行出家關外共用計劃 向口資格的人士派發4000元,目的就是負貧 幫助在1819年預算案當中未有受惠的人士 因此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派展措施的做法 目的對象今亞都各有不同 而這些的改變就是不經於當事社會狀況而決定 因此今天如果有何要政立問題 就需要論證在以後任何情況之下 香港屋不應該再有任何形式的派展措施 而不是只是港談屋其中某一類種形式的派展 而我方都不反對變態 原因有二 第一派展尤其獨特無助性 有存在家政 政府預算按多多的措施 可以方為長、中、短期及一次性措施 四種方式以應付社會國家不同的需要 而派展則屬於一次性措施 對比起一些長期的措施 就類似不同的津貼 就像是縱門一樣 第一他們有特定的對象 就類似陳空閃以下的人 如果他們的set up 比較少 他們都不可分 第二就是因為涉及金額不龐大 令到申請繁高 從而確保公帳運用的合理性 這樣導致的就是當市民等候活著的時間較長 很多嫌疑之急情況之下 都沒有辦法解決當時的需要 因此今天政府直接派展的好處就是 可以讓市民自主去根據自己自身不同的需要 去分配金錢 就證明美國著名經濟學家 和利文德子昌 將金錢直接給市民去自主運用 是最能夠有效的發揮作用 而今天一班經常沒有辦法受禮的政策 的減升階層和三毛人士異議 派展也都發揮了保留受禮的作用 第二 政策具彈性 在特定環境配合政府的施政目的 派展對其他經常性和經濟措施 有其獨特的彈性 可以按照政府當時的實際財政收入和經濟狀況 發揮成效 即是經濟低迷的時候 派展採持的經濟以日本為例 在2016年在8月 日本政府就向2,200萬名低收入人士 發放大約1,000個億的現金刺激消費 即是行李廣東 今天經濟相對 香港的時候 派展都可以做到同樣刺激經濟的措施 實際上香港在2021年 派展製造消費 根據公營油的執行公司 他們指出 當年旅遊業的收成增加了三成 而香港參與聯會的會長也指出 當時在產業上 是有經濟疫苑的增長 可以見到派展採施有刺激經濟的作用 在按照不同的財政情況之下 按照政府的需要 去有辣植地處理不同的目的 因此 今天來講題是否應不成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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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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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想問你,請問你贊不贊成派訪嗎? 那既然是否跟我們做到派訪和派遣可以同時間進派? 可以,今天我們見到其實這些派訪 請問是否你見到政府一有錢就不需要派訪呢? 不是,我們要按照不同的經濟狀況,好像我剛才所說 其實是按照不同的事 是否有舉例,如果是派訪是否要派訪呢? 我們有一個反對嗎? 我們見到其實現在我們有的公共 你當見到經濟低利時,他亦可以做這些措施 他自己經濟… 經濟狀況是否會做這些措施? 就是因為現在不夠錢派訪 派完訪之後,我們就完全不夠錢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是否知道 現在三月,我們財政預算外政的經濟 你不讓我告訴你,是一百多億 一百多億,就是派完訪,完全不夠錢 經濟狀況是否會做到? 但今天我們看到派先做到的嗎? 就是幫助到不同的市民 原來幫助到不同的市民 是人派,因為是選人派 今天我們看到第一次的時候 他雖然每人都有 目的其實是因為他想分享經濟成果 但第二派現在會有這麼多不同的圖片 就是因為他想扶貧 現在我們只是派訪,就是扶貧 而派訪都做到有針對性 他為甚麼最多錢人的家庭? 所以今天他們有針對性,不反對 因為我們可以同時進行派訪 因為今天我們一直進行派訪 是因為我們不能同時進行 財政司司在城後跟他講 例如說,如果他在聚一年,你為甚麼 同時進行派訪 但今天我們看到甚麼?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 原來2018年他已經跟我們說 他有錢去做這些派遣措施 即是在香港演訪之下 其實他做了一些措施的問題 有問題其實你根本有沒有提出 他要放財? 沒有,根本不是主要打算派遣 他只是想保留實惠 就是因為他迫於民路 因為他迫於民路 他們覺得派堂派不到 其實是不是真的他們有 都如果沒有錢 剛才剛才你也說過 他們說他做了什麼? 他提出了什麼? 有他的女友吃東西 第一天空公園時間做出 接著輪到反光公園 打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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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光公園開始有兩分鐘發問 我幫你右方承認不承認 今次不全有個交給他們 不成 那我之前都有兩分鐘 好,我承認了 我們雙方達成共識 我再問右方 今天現時社會上 除了一群接受一些 一些縱門的人士 都有一群三部人士 問右方在不派遣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針對性地去幫助他們 雖然有零部先 但我們看到今天都會有赤子 車子的情況 如果派錢又不可能 平大五場 我再問右方說 今天派錢是由補公平成可言 為何補公平成可言 又派錢要所有人派 所有人派 但有需要的人都會針對他們 我們可以看到二年 當他們今天又出現經濟單位的時候 政府可以利用派金錢的一種方法 可以去刺激他們的經濟消費 可能他們見不到這樣的成效 你說畫面經濟單位 政府都沒有錢 對,政府沒有錢 所以才派錢刺激他們的消費 你說沒有錢怎樣派錢呢 沒有錢怎樣派錢 就是抽出資源中 他們可以利用其他方法去賺錢 再派錢錢的經濟 今次是彈性政府沒有錢 根據他們的能力去派錢 當他們財政怎麼辦 今天財政的時候 為什麼要怎樣做呢 真的嗎 說明沒有錢 即是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還怎樣派錢呢 就是因為看到他們沒有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政府 當時的能力 選擇會派錢 譬如政府有時候沒有能力 所以不應該派錢 所以我們不是應該派出資源 而是選擇他 政府有能力的時間去派錢 而不是他派錢 看到派錢也有派錢的問題 有派錢 行政風拔有很多證實 和行政風拔就是 中原燈 這些行政風拔又要審查 我們是不是不要他 是否派錢行政風拔 那是他們有派錢 要派錢行政風拔 那是他們 今天很多人不亦 就說他被控委完 簡潔化之處 如果民營太多政府做過 我們就不會見到 在1.1.1.100年 他們商界7年才會做這個政策 那是他們有能力 才會燃賣麻倫 讓他們組合公學 到正方第一步的時間,準備好精駛計時的時間 主席宗盛署的各位,大家好 剛才我跟我說到2011年派6000元 就是為了打算跟市民分享 政府有些注意的事情 但其實我們要看一看 2011年的時候 原本打算將6000元去投資金 但就是因為國防疫反對 所以最後才會將6000元進來購買 究竟現在我們看到這6000元 是為了市民的福利 還是為了政府自己給人吃? 這幾天和我看的論點 其實我今天只不過說 政府福利資源比較適合 又說出次政府可以為市民福福祉 這方面完全是一個不誠實的政府 現在有無二、大一、不再循環的考慮 在今年看的最厲害的原因 就是市邦教學和擺線醫療制度 首先應該政府調查結果 如果真是醫療負困 市民選债 擺線公立醫院有78% 或者設立全民醫療儲備 就接受36% 而在2019年2月23日發表的財政預算 就表示政府來年度會打算 合方886億 在衛生育方面 就要少邦教學 香港家庭和學院 就會於11月初的時候 進行家長對少邦教學的調查 調查發現 法制的家長在賺錢用 並開始逐步地進行小邦教學 就關這個問題 在香港的財政預算 政府來打算 香港1240億在教育方面 在這個問題中 都是需要長時間和香港大量 之間有錢可以解決 就還有方同學所說 要大量言語的時候 就開始不用 是否要措施市民關注的兩大問題呢 是否要按住 剛才來派市長幫忙的幫忙 去做的環食是用資 去解決市民關注的問題 如何才會長時間和情況大量 只能夠去思考大量的問題呢 作者財政司司長 和各位都說過 在香港未來的財政 是沒有大量的言語 那為何可以去派市呢 第二 派行變得不好 針對性 我們派行的原意 是為了一大部分 我還有一班需要的人 但現在仍然在購買一些錢 他給一些覺得 這幾個小朋友 有訪問的人 那一顆訪問 是一個下面的小朋友 可以按照他的情緒 他小心 但相反 你將這一個訪問 給一個單 可能只會是 出手的訪問 之後可能按上去 那這顆訪問 是不是可以 入地去送的時候 他容易進去左邊 他還有沒有針對性呢 如果不是 為何中文商 兩個內記的 都不是入地都有 最後我想問一下 有方的學校 你派市究竟是 被人撕眼的情況之下 他派一個女生 真的想問 師傅幫他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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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業派一個 是 49年 有方法 師傅幫他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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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派一個 先生 他愛 advers cyber 大家好,我們來到這個櫃子,先跟大家澄清三件事 第一,我和今天所說的建構性財政和經濟單賣是有所不同 經濟單賣還財政,經濟單賣還財政 經濟單賣是一群市民不消費,所以才導致感一如熱,不是政府的國庫無錢 所以政府先推出派遣去措施,去刺激他們的經濟消費,令他們消費 政府今天會根據他們的能力去選擇,讓他們派遣有其獨特性存在 而不是因為革構性財政,而不是因為市民的壓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派有其獨特性存在 第二,可能跟我們說,我有其他裁員打算,不會再有盈語 我問你,今天是否所說一定要有巨額的盈語才可以派遣呢? 我們看到的是一年他們那次派遣,目逼是為了分享經濟成果 但香港如果今天經濟單賣的時候,我們可以用這些方法去幫助他們 但每一次派遣都是回當的目的,就是100年所做的派遣是為了扶貧 那這些扶貧是否一定要巨額的資金才做到呢? 再者是長遠目的,如果跟我們說一些長遠的目標,我們才能幫助他們 因為我們看到他們有一些迫切性,我們長遠目的和我們方式短期措施 一次性派遣其實是雙方無衝突,我們都可以一起去做 因為我們的措施是解決長遠,我們是解決短期,雙方配合為何不可以做呢? 第三,可能跟我們說,不斷派遣會有市民 像澳門一樣迫政府派遣的,有依賴性的 先讓我們看看清楚,今天可否以澳門去做類比呢? 今天我們看到澳門每年都有派現金去給市民 是一筆經常性開支,而香港的二方執法相同 每次派遣的目的不同,時限衰退也有不一 再者,若果今天市民被壓力,香港政府是否每次都會聽市民的話呢? 如果是的話,第一次派遣會議次派遣,時距就不會相隔七年 社會上就不會出現有市民的有貧,不會有市民反對政府的政策 不會一定的情況出現,讓銀行搞清楚 所以銀行不可作類比場而去論證,今天派遣會令市民有依賴性 銀行學位,今天講了這麼多的派遣,我請求各位看看派遣最大的好處究竟是甚麼? 過往政府有兩次的派遣經驗,一次是鼓勵在銀行經濟成果,一次的目的是負貪 雖然目的相對而言是不同,但它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能夠令市民 在理論金錢方面,有些加多的利益性,有些國家也不一樣 例如英國35位經濟學家在英國政府公開信中表示 直接向市民提供資金是最有效的政策,能夠發揮金錢最大的效用 今天政府無讀深實,沒有辦法知道市民真正需要的是甚麼 只有市民自己知道心中想念,生活需要些甚麼 可能大家就會想現時正齊,一把經常性開支去幫助他們 但如果一班規察人士,最需要的可能是租的費用 難道我們是專門上一把租的費用嗎? 如果是按照這樣的邏輯,那是否一些買衣機金,買衣機金都會出現呢? 有朋友有沒有想過,這樣會浪費政府多少的資源,有多少行政費呢? 因為獨特性貸政府是根據他們的能力去制定他們的意願派遣 今天有沒有人擔心我們要浪費工廠 但有方便要利用更多工廠的代替措施 但我們看到即使他們派遣更難針對政府幫助市民 不是對這些市民更好嗎?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章片的3分之間,準備好設計事件來的事項 最後是正方第二章片的3分之間,準備好設計事件事項 主持人 情侶 各位 大家好 比翠尼 已到半場 有本台不停地跟我們說 其實是一樣的 但我們看情況來派 既然我們不要理會 我們又不是連連派 我們很靈活的 又不是派沒有什麼不派 但究竟有本台有沒有聽我們主持人 日虎講未來徐尼斯經預計過五年 很難有舉一應遇 但你又說要雙本齊下 派堂又做 派錢都可以做 但隨著大亂交易發展 香港未來的經濟政策越演越烈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為何要這樣做 兩日為出和未予籌謬 假設我們五年以後 一聲音樂做到有句 有形容的但有方法 不要見識眼開到這個程度 只能講 有此去派 派錢就是為民陶 首先我們來看看 真正的為民陶是怎樣 第一 我們先講一下派堂 其實是怎樣去做到的 為民陶 派堂就是要求派 好像有需要學童派發 一千二百元的書 寶貼或一次性提高 一千元的獎者 醫療券 今天上海提高至八千元等 相比於派錢更能力 好下 針對性去解決問題 而不像有方同學所說 派錢派到現在才被派堂 更好地去做到這種事 但其實你們真的有 其實有方法到現在 沒有跟我們講過 派錢是不是人日派同樣的款項 派得少 中高產 根本就不在乎這些錢如何刺激經濟 然後他又說 扶貧 這些錢對機層來說 真的做到嗎 真的可以幫助到多少 然後派得多 也不符合政府的 兩日為出的標準 這是在基本法上都有提國家 而有方同學 我們說派錢才夠公平 可以幫到MV人士 那你說MV人士 是不是派給他 然後拿去刺激旅遊 MV人士就是拿去刺激旅遊 這就是他們的扶貧 好了 我們再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公平 第二 公平性 派堂就像班會費一樣 你加了班會費 然後有學校的資助 用完 就給予交的同學 你補交藥 不然你想成為別人那份 對吧 再說 如果真的班裏面有同學需要幫助 我們便戰艦 可以做這個道義上的援助 用這筆錢去幫他們 這些才是更公平 你不要搞小朋友 有幫同學 然後有幫同學 其實一直在自相矛盾 他一直說 派堂 其實派堂 我們可以一起說 派堂其實又幫不了 那你想怎樣呢 有幫同學 你是不是想派了些錢 他還是派了些少少 有幫同學 跟我們說 有幫同學 然後有幫同學 跟我們說 派錢 其實在英國 有幾多位專家 他覺得派錢 可以遲些 然後幫到人 但有幫同學 有沒有想過 錢 金錢上的援助 也可以是派廠 金錢上的援助 派廠就有針對性地去派 但是我們一開始 就已經說得很實際 接著有派堂的問題 就說 我們方法有幾不可彩 跟英國說 有派堂的態度 先說 有派堂才是多次一舉 謝謝 一開始 請問我們 我們可以把她的派堂 接著我們 有派堂的派堂 我們可以把她的派堂 接著我們 跟你們一樣 第二期的發言時間有三分鐘的思維 準備好好請開工第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不難發言 有一個說其實都是想為市民 著想政府長期來說是有這個利益 但今天有一個說明是甚麼 就是今天我方索後中所說的N6人士 即是一些沙漠人士 他們屬於非公的非聚盟 並沒有這個格量 他們並沒有這個交稅 所以政府在這些政策上 就來不退稅 來不充滿的補貼 他們通通都落入的時候 我心想今天有方索後中所說的派桿 有方說得這麼好 但今天這群N6人士 又是否真的能夠得到這個幫助呢 今天有方索後所說的乾平情 到底今天我方索後要幫的N6人士 今天如果不派錢 有這個靈活性給他們 他們不能把他們的錢 放在他們真正需要的地方裏面 今天有方索後所說的派桿 為甚麼可以幫到他們 有方索後是政府 政府放下這個縱門的門檻 你當然有方索後覺得 我們可以不用理他們呢 所以今天有方索後跟他們說 前方索後拿到其他更好的地方 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去針對性去解決問題 但今天針對性去解決問題 是否有方索後所說的 甚麼不給N6人士 我不知道為甚麼 今天我們見到是甚麼 政府在2011年的時候派錢 當我們今天見到政府派了錢後 在2011年的時候 政府的預算浪 比2010至2011年 增加了8個巴士 其實政府是雙方的解決問題 今天我方索後所說的派錢 並不是每天都要派 並不是我方索後所說的長遠都要派 如果好像我方索後所說的 如果我們要長期針對性去派 到底政府在經濟真的財赤的時候 我們到底怎樣負擔這一筆的資本呢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派錢的目的有很多種 例如在日本 我們可以為了刺激經濟而 在經濟低迷的時候 為了刺激經濟而派出 而在財赤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選擇性去派 而且我們同時 如果今天見到政府的盈餘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透過派錢去幫助一些社會上 真正是有需要 但又得不到在財政預算案裡面 可以受敵的人士 但你今天見到 有方索後可能在擔心 未來是無必要與自己消防 因為政府根本沒有錢 但今天有方索後方索後 是香港一個極受外圍經濟強的經濟體系 連財政司司司長 陳茂波在2019年1月都指出 全球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都要影響著香港經濟態的時候 即是中美貿易戰經過學校等等的問題 當我們今天見到 原來香港經濟態這麼不穩定的時候 政府是不是更加越做一堆現時 有能力 他們有餘力之下 他們現在可以幫助一些人士 當我們今天見到 這群非公的非中原人士 他們根本就得不到社會其他的盈餘的時候 今天見到我們 所以今天選擇去派錢 因為派錢了靈活性和單性 我們今天不知 所以不將他留下 這個經常性和長期的開支 今天是因為派錢作為 政府的公共政策有其獨特 因為派錢不是經常性開支 不需要政府人家派錢 但我們今天見到 他沒有經常性開支 沒有錢可以不派錢 沒有經常性開支 因為他又可以 再建立財政司司司長 謝謝 與少年大的大事 還有分析 更好 還有分析 除非分析 和家派錢 指導河 仍然會關押 imos 以曲 Gods 本人將會宣佈哪一方的剩下時間 各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 如果外面有避免的環節發言 如果環節結束時 到場地先發言 又會變員重備發言 該變員所收封 一方就會被主要的副台上的照片 如果好的話 自由派出一位 我先請正方解出一位 變員首先發言 有方同學是否覺得M無人事 沒有幫助就要全民派出去幫你的M無人事 我想問我今天有甚麼政策幫助這些M無人事 有方同學是M無人事的我跟很多 還可以是比較平衡 我有派妥去抓他們 當然可以幫助他們 但是剛剛有方同學見言 他就說到 香港警察找你 我不是找你去派出 我不是留下錢來做M無人事的 很多時候 原來今天M無人事有很多 所以他們今天看到除了拍片之外 有甚麼方法可以針對 幫助他們各種不同需要的人 剛剛我沒有跟我們說 但是今天 我自己都沒有在房屋 或者他們交租 或者租金 他們都需要一個政策去幫助成 不然有甚麼政策幫助他們 因為自信男同學有跟我們說 要扶他嗎 現在我們只是用派妝成績 我們不是只是因為要放在派妝 我們加了房屋津貼 如果要自己的外遊 有精製 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看到甚麼是M無人事 M無人事 他們因為住劏房 而他們真的不能幫助他們 他們因為沒有交水 所以他們不能接受這個退上 我們今天看到M無人事 他們無論是運算派了甚麼優惠層 他們都不能夠 他們都不能夠得到任何的收益 有方同學 你今天有甚麼方法能夠幫助他們 有方 可能你沒有聽清楚我們的主片已經說過 其實我們幫助M無人事 是有任不負的關外人事 我們不可以幫助他們交上 你也有找到 M無人事也有些是住劏房 我們都可以幫助他們 但他們是比較有能力之負 所以我們就需要資料感不夠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會說M無人事有幫助 我們今天看到一群人 他連關外基金都申請不到 他連退休都退不到 他們連退休都交不到 有方同學會怎樣跟我們說 關外人事 我們今天看到關外基金 他要申請很多人 不是每一個人都申請過 我今天就要問你 一個他們不能申請 一班關外基金 其他人貼兩方 通常派遣有很多東西 還不需要複集 有甚麼解決呢 通常我想問關外基金是甚麼 所以他知道我們是否派遣 剛剛我們就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派遣 對 有針對性 可以針對他們需要幫助的人 可以幫助 而不是像你這樣派遣 就是所有人不來 不來那一口 那些商店都要派遣 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看到牌子 有很多目的 我們上年2011年 牌子會全民都有 因為他分向經濟成果 今天我們看到不是全民都有 是因為他在身為保障 所以他才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見到 我們今天看到牌子的目的 是能夠針對當年的經濟狀況 當年市民不同的需要 而有不同的標準 有這個就是牌子的熟德 經常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看來你真的不在關修時事業 你一年不是真正在經濟成果 而是被迫他 因為民族的呼聲 才未被他派遣 還有有方同學 你現在是否人人是同樣的款項 就是因為我針對負負負 他派多一點 他派少一點 那你跟他派遣是怎樣的 有方同學 那是不是有方同學 要將這筆金錢 立入的經常性開支 有方同學經常性開支 我們是忽然之念柔 他才派遣 我們可以加強度的忽然 所以我們又不一定派遣 本身是經常性開支 但我們可以加下去 但派遣是否有一個準確的警察 政策公司 我們又不是連結派遣 你知道這單是今年的開始 就預算有三億至五億這麼多 所以我跟我的老師 今天任何政府所扶負的政策 都不應該因為浪費工廠 因為針對不足所有人 但我們今天看到 在政府二年一年派遣 根本就不是因為民運兩方 是因為今天政府見到有盈餘的事 我們應該去分享經濟成果 去令到市民受惠 但我們今天看到 其實政府在二年一年派遣 一一年至一二年他們的財政 可能政府更加有辛苦這些資源 包括醫療和政策 還有醫療和教育這些 我心裡有可問 到底政府有可因為派遣 派遣是否其他人 其實派遣呢 派遣是否提高問問 看是否是市民的福祉呢 有可能你所說的關外 已經和派遣都是針對一群人 有需要派遣 那有可能你要把他立為經常性開支 有可能有沒有想過 當他立為經常性開支 不能回頭 那立即政府的開支 當他竟然是否正常性 不能回頭 你應該念書 有可能你們說對了 你派遣的時候 你都要把他進入去 一個必要成的開支 你真的不覺得 你當他私人 如果你真的有點口氣自己的時候 你就是幫他 有可能你剛剛說 派遣可以刺激經濟 但是派遣的時候 可以肥一點 他們真的沒有人去刺激 沒有人去刺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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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反而派遣的時候 有留意的解 他們不會刺激經濟 那你過去派遣 你應該不需要 我想問派遣是一個短期的措施 是否 派遣當然是短期措施 但是看到派遣更是一個場面的措施 我們看到派遣幫了很多市民 很多低收的市民 但是任何人去派遣 還有這班低收的市民 就是在全國人 其實沒有需要的市民 像你家常常那些有錢人 他們都沒有需要的 有派遣可以派遣他們 當我們今天看到2018年派遣的時候 首先沒有派遣給這些有錢人 首先不會出現有方派遣 當我們派遣在你家前的人 還有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什麼 有方派遣我們才會長遠 就是有方派遣很麻煩 一方不跟我們說二方有錯 我們今天知道 所以派遣是一個短期措施 因為政府可以在經濟有困難的時候 不做 如果有方派遣的派遣 將他罵一個經常性的開支的時候 政府是什麼 以後這一方的開支就會 好像醫療一樣 沒得減 如果減了就好像有方派遣 這些才是認真的 有方派遣 又說要連派 又說要看情況 究竟想怎樣 有方派遣就說 我是天天派遣公平 然後我來教授 就不怕 那你想怎樣 有方派遣我們今天從來都沒有說 連結都派遣 我由主編 剛才已經出來跟我們說 我們派遣的總結 謝謝各位 有方派遣的時間已經出現 正方順便收 29秒的時候 正方順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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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現在的方案就是 正方順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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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更多人的主張活動 但反而在你發生的時候 不可以他們有更多 他們有更多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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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很好聽 但沒有真的有更多的主張 又回到環境的事情 你講到太前 現在有這麼少太前 我看一下 他的堅持 有一點不同 相說 正方的快樂時間 也要將自由變合 直立出 意思是 雙方順便會有1分鐘 準備 意思是1分鐘的準備時間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呢 当我们看到其实政府是选择派钱的时候 它会有尋思过当年的经济情况 而市民需要而去派钱 根本就不是每一年都派钱 再加上我们看到 我们虽然看到香港现在会面对结构性财赤 但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政府是要在未来五年来去派钱 有方同学今天如何和我们确保 香港未来十年二十年来都仍然在结构性财勢 不会有经济起飞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经济起飞 政府想要分钱的时候 有方同学又如何去 政府想要去分享经济成果 但我们又取消了派钱措施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其实今天面对要正方论证的是 不能在什么国家 什么情况之下 政府都不能够以派钱的措施去解决 就是有方同学今天所担心的 就只是我们的时间和政府有没有能力 根本就没有解释 根本就没有跟我们认证过 它以后都不能够派钱 因为它...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没有进到 政府要进的责任 第二就是有方同学今天尝试指出 有方同学所提出的方案 是最好而忽略了我们派钱的独特性 今天派钱外方都已经广播了很多次 它的独特性就是在于 它能够帮助到有方同学所的方案 所涵盖不到的对象 也能够用市民去自行解决 这一笔子要怎样用 更加重要的是 它是有一个单性 它不是每一年 不是好像有方同学所说的派档 作门 这些是每一年都需要派钱 有方同学今天所提倡的方案 可能就是一些关内基金 或者作门 在必要性上虽然真的行得通 但这些基金 它是每一个都需要按标准去申请 又有很多的申请手续 甚至是几百个申请 都只是有几个能够通过 而不是每一个市民都能够去涵盖 当我们今天看到派钱 它是能够涵盖上一些的人 亦都能够根据当年的经济状况去派的时候 为何不是派钱能够帮助到他们呢 另外今天政府派钱的目的就是 希望好像其他的措施 去帮助市民或者刺激经济 但这个方面就是阻于短期和长期 它是比起其他措施的无处 它是不用长时间这样的 不用每个月都比一次 不用每年都比 而这个就是我们说过 派钱的独特性和派钱的好处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种的担心 就是正正就能够 向政府因应当年的经济灵活去处理的时候 今天为什么有方同学 要对一个可以对政府 对市民有更加大担心的措施 一刀刺永远都不用呢 有方同学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是最不虑在一班的夹心基层 一班人他们虽然月入有万多两百 但一不辞在香港 其实是不能够 其实都只是刚刚好 他们中门又申请不到 公屋又申请不到 每一次预算案的优惠措施 都没有他们份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看到优惠预算案的目的 就是让公团重审峰 令到香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益 都可以能够受益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 抗议措施就是能够达到这个任务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正方议面的快乐时间 还有4分1的快乐时间 谢谢大家 今天我请大家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总的全场 我发现有帮助 我发现一大错误 第一 有帮助今天宫殿 说要取消派单 有五年年派钱 那怎么去帮那些M无人事呢 首先如果五年年派钱 而且又说要取消派到M无人事 又是怎样呢 而且有帮同学 又说错这些东西了 就是说 当年派6千元就是为民望基 就是派6千元在公团的经济成果 但2011年6千元 原本是想挥入价值金户口 但因为市民反对 之后才挥入6千元 第二 今天我们先不要讲 我们先不要讲中美关系 大湾的外围因素 对香港是否带来具大收益 但无可可认的是 这些外围因素 对香港所带来的不稳定性 而且我们现在香港最 而且我们香港需要些什么呢 首先政府利益 以及整体效力 最招待有需要的人士 例如承诺医疗基金 保障长期病患 或保障市民前来私家 要求承更实际 好像在今年流行高峰期间 公民亦经常 上演迫爆情况 平常的致病率 长期高达百分之一百巴仙 比较高达百分之一百巴仙 比较高达百分之一百三百巴仙 而村方无诊的论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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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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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差的同學可以跟上課程 所以根據總統的原因 我幫助提出派堂措施 首先派堂可以針對特別的同體 個案事例 參考思想 向立法院的解釋 懷傳方面 政府突然轉帯 見到股治威信 第二 派遲增加行政建單 第三 政府開先例 市民會有期待 對下屆政府帶來的壓力 我想問問有多同學 你說可以 又說不是連年派遲 那你這一屆派了 今天會不會帶來 那你會對下屆政府帶來的壓力 帶來的壓力 就像澳門那樣 本來就是派一年 但是連年都派 而且六千元至一萬二千元不等 而且派 所以我們反對今天變題 就是我們不應該派遲的派堂 因為派遲 尤其目的 在那兩句 押營業的時候 對交流稅的市民的推幣 因為政府還不再交給錢 所以是有目的的 另一方面 斷意幫助的市民 就幫多他們一點 因為做無額 負心不高 政府能力所及時 就給多一點點 或者沒有更新政府 主席 庭官做的國位 香港政府一直要來的發釋 是公共資源的最新崩潰者 過往兩次派遷都不是預計之內 結果勉強派的 但政府謀勞並沒有提升 香港政府以為市民謀告主 為何方正輕勇 太子做了是找甚麼人做 但是用些錢做些 真是市民所得的事 香港需要做甚麼 共堂應該掉了一個勇 相信大家都心裡有更多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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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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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